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看《诗善业道经》第十面第二行当中看齐 二 财物自在 一切冤贼不夺固 这是利贪日所得到的第二种自在 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 我们仔细观察六道众生 它何在这个世间呢 可以说是终生的追求 不外乎这三种事情 这三种事情能不能求到的 如果说是我们追求能求得到的 实在是我们可以全心全力拼命去追求 如果求不到 那我们的追求就错了 世间人也有少数 知道这个错了 可是依然去追求 希望依然去追求 恼幸可以达到 那么佛告诉我们 世间从来没有侥幸得到的事情 佛告诉我们 这三种事情是果报 果必有因 昨天晚上 同学们听到 这个天主教给我们讲道 也有同学提出问题 提出这个因果的问题 他们教义当中 不讲因果 他讲什么呢 一切都是神的词语 那么换一句话说 神欢喜你 赐给你多一点 神不欢喜你 赐给你就少一点 于是 有许多人对神 敬爱 神赐给他的多 有些人对神奉恨 他赐给他太少了 这个里面不能解决问题 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仔细去思维 还是佛法里讲得好 佛法是果报 果必有因 你要不修因 哪来的果报 佛告诉我们 果报是布施 财布施 得财富 法不施 得聪明智慧 无为不施 得健康长寿 如果不离开 贪欲 你修因正果 依旧得不到自在 我们 仔细观察这个社会 社会上确实 有发大财 有这个亿万资财 在这个世间 很多 累积财物 达到几十亿美元 他有没有得到自在 他不自在 为什么不自在呢 也有原因 没有离开贪欲 所以他的财 不自在 他的财 常常有人打主意 想窃取他的 想瓜分他的 这个事情太多了 甚至于我们有个道场 这个我们绝不 会也 无需要避讳 许多道场 建的很大 财力很雄厚 出家在家人都变了心 把这个道业 忘得干干净净 心目当中 只有 名利 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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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但没有你贪欲 贪欲 天天在 增长 贪欲的增长 佛告诉我们 果报在 墨鬼道 贪嗔痴 这三种 墨疑 感召的是 墨鬼 地狱 出生 贪心是墨鬼 成慧是地狱 愚痴是出生 三种 罪业都造 这个果报 就很可怕 那么这是 未来的 现前呢 现前不自在 你的冤家 债主 盗贼 都把你当作 目标 都把你看成的 利物 那么这个不自在 非常明显 出门 都要 钱多少保镖 这就显得不自在 如果自在 后面要保镖呢 有那么多保镖 说明他 不自在 时时刻刻 提防着 别人 要伤害 外面的 伤害 容易防止 内里面的伤害 难了 如果这个冤家 债主 投身到你家里 做你的儿女 做你的 这个 这个 再晚一辈 做你的孙子 这些 就是佛法里面 所说的 败家子 防不胜防 你现在 居足的财富 还没有善 是你的 负得 应允 我们 世间人一般讲啊 你现在走好运 你在兴旺的时候 这些 冤情 债主 在你旁边 不敢动 可是 这个 运会衰呀 不能够 永远 保持 这兴旺 到衰的时候 怎么办 不要说 是世间人 连释迦牟尼佛 也不例外 释迦牟尼佛 也有冤情在住啊 头号的冤家 魔王不寻 佛在 最甚的时候 佛法最甚的时候 魔王不寻 来护法了 是 释迦牟尼佛的 护法 他在等机会 不寻 曾经 告诉 世尊 他总是 想方法 要把 佛法 灭掉 佛告诉他 佛所设的一切法 是 纯正之法 是从自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 任何力量 都不能够 坏佛法 博弦就说了 等到世尊 末法时期 你看 正法 他不能破坏 相法 他也不能破坏 到末法时期 他说 我让我的母子 母孙 让他的子孙 通通出家 披上 袈裟 献 鼻丘 像 来破坏 佛法 释迦牟尼佛听到 一句话不说 流眼泪来 经典里面 记载 譬如 私自成 环舍 私自我 佛法如此 事法 也如此 怎样能保全呢 世世代代 急功累得 才能保全 哪一代 学气得行 走杀 真理 重瑜 这一代就 毁掉了 佛法里头 哪有 真治的 离开 贪瑜 哪有 真治 世出世间人 真什么 真的是名 真的是利 如果把名利 通通写去 尽了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这才能 报全 所以 世尊 当年在世 实在讲 已经给我们 做了 圆满的 榜样 你有 就有人真 你武 没有人真 世尊当年在世 他所有的弟子 到世尊 元级之后 没有人真 为什么呢 世尊没有财产 在世所居住的 京县 云林 江堂 都是有主的 都是在家居私 过王大臣提供的 产权 是顺着他们 佛是借助 不是接受 他赠送 没有 接受居私们供养 这个供养 是战士的 不是把这个产权 供养的 所以我常讲 佛在世 他有使用权 供养使用权 没有产权 所以佛灭度之后 这个财产 都归 原来的世主 大家有什么好争的 没有争的 现在为什么会有争知呢 现在寺院里头 有产权 这就坏了 佛教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道场是国家建立的 出家人也没有所有权 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就像政府 所有的机构一样 世尊给我们的垂饭 我们要记在心里头 我们要体会这里面的道理 他老人家一生所实现的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他得大自在 他得的是 究竟圆满 学心权力 尽义务的教学 帮助人 破灭开悟 帮助人 利苦得路 赢得局势之人的尊敬 这就是他的成就 这就是他 无比殊胜的国宝 没有冤敌 我们看到 即使看到魔王波玄 看到提婆大都 看到六群彼修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些作物的人 反对释迦摩尼佛的人 破坏佛法的人 都是大权实现 不是真的 提婆大多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说 提婆大多多地狱 在地狱里面的享受 比天宫还快乐 他是在唱戏 是在表演给我们看 告诉我们 凡夫之人 业障没有宵尽 逆缘总归是有 佛视线这个逆缘 教导我们 怎样在逆进 卧缘这个环境里面 去成就自己的道理 做给我们看 说 我们很不容易体会 我们亲眼看到了 在这个里面 才真正学到东西 表演给我们看 表演给我们看 于是我们在这个里面 感悟 深远 我们今天遇到冤家对头 来毁谤我们 来侮辱我们 陷害我们 我们一想 他是大权实现 他是佛菩萨 再来的 看看 我有没有智慧 看看 我能不能 忍受 是来考我的 这个念头一转 我们对 这冤家对头 就起 恭敬心了 不会起 一个卧念 一个卧念起来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麻烦 我们恭敬心 生起来 感恩的心 生起来 即使是真的冤家 债主 到这个地方 结账了 消了 再见面呢 那都是善知识 善有了 这是古德教导我们 冤家一切不一切 怎样把一切冤贼 转变成善有 你这就真的会修佛了 你真的会用功了 你的功夫得了 冤贼 他也是众生 众生无边 是愿度 我们要度他 我们不能写起的 他迷的 令我们深 所以他造作种种 恶意 我要如何帮助他 破离开我 转卧为善 我们 互为 私有 相辅 相辅 他造作一些物业 我们看到 立刻回过头来 回光 反照 想想自己 有没有这个物的念头 有没有物的行为 如果 如果有 赶紧改过 自信 他是我的老师 他不做 如是的 实行 我们自己 往往有过失 没有看到 不能发现 他是我们一面镜子 他的善行 我要效法 要学习 要赞叹 他的卧行 我要检点 我有没有 所以 顺境 逆境 善人 卧人 都是菩萨修学的道场 都是成就善业的善知识 佛在这个经的前面 教导我们 常念善法 心善 思维善法 思想善 观察善法 行为善 不容 毫分 不善 夹杂 那就是 止于 止善 我们的 善策的圆满 西方极乐世界 祝上善人 聚会一处 什么叫上善 上善是 止善 我们从哪里学 从顺境逆境 善人 卧人 从这个方方面面 学习 成就的 所以 顺境逆境 都是好境界 善人 卧人 都是我们 真善知识 都是我们的 好老子 成就自己的 智商 如果 如果对于善人 边上 其了贪爱 卧人 卧人 卧人边上 其了 成恨 你不善 学 你不会 学 不会学 不会学的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心里头 常生烦恼 喜欢 喜欢是烦恼 讨厌 嗔恨 是烦恼 你天天在生活当中 生烦恼啊 会学佛的人 会的人 就像六足慧能一样 常生 智慧 顺境里面 没有贪欲 甚至 逆境里头 没有成会 甚至 善人 卧人 通通 生智慧 这是佛弟子 如果我们在 静缘之中 静是物质环境 缘是人事环境 还起 叹诚之慢 海尔森 喜怒哀乐 你是凡夫啊 你不懂佛法 你没有学佛 我们在这个地方 留意 这个财物的自在 当然得到 画冤贼 为善有 如果你没有 离开 不能够 离开 贪嗔痴 你就做不到了 贪嗔痴 这是三度烦恼 必须拔除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